15年前当百度的公关总监 李延宏在央视的春晚上 创纪录的露脸了8次 甚至连春晚的第一个相声节目 都直录了百度的广告词 三十年前我要写东西查资料 得往胡舒适特别的飞机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上查 我就问你 要是你是领导 你开心不开心 那必须开心 这个才是优秀员工 才能代表百度的文化 什么叫人的命天注定 也就是在那一年 谷歌退出了中国 负责和谷歌打公关站 以及搞定相关政府关系的 这位公关一号位 也属于是被钱砸到了 躲都没法躲 在李延宏那里 迅速的获得了更多的蛋糕 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 主管除了公关之外 还多了一个新闻业务 这位副总裁叫做朱光 现在是百度旗下金龙杜小满的CEO 直接从打工人变成企业家了 段位摆明比取近高了不少 虽然公众没有多少人认识他 也没有流量 但是地位层次早就上去了 话说回来 当年百度能赢谷歌那一战 公关的贡献的那是良多 一方面是政府方向的 公众层面 当年公关给李延宏 是准备了两套口号 明面上就是在央视露脸的 百度一项 你就知道 暗地里的那句更狠 叫做百度更肿中国 而提出这个的人呢 就是百度当年公关最早的主管 连东 是不是有点眼熟哈 又到了要展示年龄的时候了 20年前凤凰卫视 大家有印象吗 连东是凤凰卫视娱乐的主持人 这就是凤凰卫视连东和 窦文桃主持活动的照片 是不是有点意外 啊 他后来去百度了 没错 而且更有的是 他是在百度还没有上市前 就加入了 拿了好多的股票 说出来不怕吓着大家 百度上市直接暴涨了几十倍 当时的新闻标题 第一天呢 就诞生了七位亿万富 而这七人当中就有一位 连东 要知道这个亿万可是美元啊 再对比一下 几年前和他在凤凰卫视 一起主持的 邓文涛 邓文涛后来说 母亲生病了 住ICU 拿不出来钱 是不是有点讽刺哈 一个有名气 有流量 却没有钱 另一个早早的退出了流量这个圈子 也早早的实现了财富自由 当然你不得不否认哈 不管是梁东 还是朱光在那个时候 给百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能力呢 也得到了论可 大家想想十几年前的李延宏 口碑那是相当的好啊 年少多金 做首富的时候才三十多岁 北大毕业 美国名校 科学家的身份 归国创业 在中国的沃土上打败了当时的科技第一强者 谷歌 关键还 穿个工装 你都可以找到那种时善感 对吧 那是找谁说理去 反正这么说吧 现在年轻人呢 有多喜欢 有钱帅气的周壽之 那把这种喜欢再加个几倍 就是十几年前李延宏的口碑 毕竟那李延宏真正塌房的魏泽西事件 要到15年才发生 毕竟那个时候李延宏还没有和周鸿毅 在法院门口因为5000块钱动手 这个段子不保证啊 跟大家来稍微的扯一扯 据说当年呢 百度把3721给告了 希望对方赔几十万 最后法院判了百度赢 但是周鸿毅的3721只赔5000多块钱 出了法院以后 两边就操操起来 甚至直接就动手了 多怀念那个年代啊 说动手他就动手 那时候百度才创业三年 周鸿毅也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大家都是撸起袖子干的马农嘛 对吧 不服就干呗 是吧 现在想想两个百亿富翁 因为5000多块钱都上手了 想一想就很刺激 不比现在天天拍视频 打造什么资产霸道总裁视频 那有看透吧 你说这个时代到底是进步了呢 还是退步了呢 从百度05年上市到15年魏哲西事件 这10年百度成为了中国市值第一的互联网公司 没错啊 2011年的3月到4月 以500亿市值 百度超越了腾讯 成为了第一 李延宏呢 甚至短暂的成为了中国的首富 技术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也属于断层式的领先 这个咱们别瞎黑 在那个年代 阿里腾讯哪里有什么技术 华为还在搞通讯激战 周洪毅还在打工 至于直接跳动 连一个制服都没有跳起来的 那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李延宏的公关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甚至可以说是领先的 但是后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一步错步不错 直到今天 今天他还一边激动的表示 优秀员工才代表百度 徐靖这种不代表百度 但是却没有问问自己 为啥让一个不优秀的员工 成为自己手下的公关副总裁呢